大家好 红烧肉怎么炖制才能够肥耳不腻 酥耳不烂呢 通知炖伴鱼又特别鲜嫩呢 首先去市场买一块新鲜的五花肉 用喷枪把表皮给它撩成一种糊的颜色 这个除去猪皮上自称的脏气味 再给它刷洗干净 刷洗完之后我们改刀成小四方块 小赛的块就可以 就玩麻将小赛的块 冷水下锅开始进去焯水 焯水的时候一定要煮透了 煮透之后上面把浮沫 有那个浮沫的情况下 把浮沫撇出去 撇去之后呢 我们把肉捞出来 捞完之后啊 用50度水给它清洗一下之后 带肉 这个时间锅里来一勺清水 来点白糖也行 或者是冰糖也可以 是熬糖色的一个酵成 熬糖色的一个过程 开始进行熬糖色 看这个颜色是处于糖色的一个过程了 加入葱姜蒜大料 咱做的红烧肉里面就加大料 加葱姜蒜别的不加 下入焯熬水的五花肉 开始进行煸炒 煸炒出油了 把这五花肉煸炒出油了 稍有点干焖都没事 煸炒出油了 干焖了之后呢 这个时间我们加一勺黄酒 没有黄酒来点料酒 没有料酒在那来点散烙 就白酒也可以 再加点热水 一定要切几点 加点热水啊 加一块王志和腐乳 加点腐乳给它怼碎了 怼碎了之后呢 这个时间 我们开始加入点老抽酱油 稍稍带点颜色 稍稍综合一下的 跟糖色 加这个王志和腐乳 稍综合一下之后 颜色特别红亮 来一点盐 来一点胡椒粉 再加入巴尔鱼 刚才咱们准备好的巴尔鱼 就把巴尔鱼牙一扣掉就OK了 这只活的巴尔鱼 也不用焯水 直接炖特别鲜美 大火的烧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小火 慢慢开始炖制的 这个时间呢 盖上锅盖 盖锅盖盖盖呢 就炖制大时约 能有在25分钟到8小时 不愿盖锅盖炖呢 这个时间我是到这嘎嘎锅里炖的 把这个直接到嘎嘎锅里头 把肉跟巴尔鱼一起到嘎嘎锅里头 盖上锅盖 压4到5分钟就可以了 直一放气 妥妥的老铁盖看 巴尔鱼炖红肉就压好了 原汁原味原生态的 倒到锅里头 重新再收下汁 再进行一收汁的过程 这个时间呢 我们可以尝尝口 比如盐口不够呢 我们可以加点盐 愿意加味精加味精 不愿意加也可以不加 但是我是不加味精的 就吃原汁原味的 妥妥的老铁盖 红肉炖巴尔鱼就做好了 感谢有员人点进一辆视频 帮我照屏幕上当当 来两下 擦两个红心就上热门了 感谢您的支持 盈大厨每天分享美食